今天你是一个线人 我没办法把 所有有机会发生的事情 都先跟你解释一遍 有时候 是需要你随机应变的 但是我相信你的能力 我也不觉得 梁龙今天会向你下手 你说他不会下手 他就是会下手 他吸毒啊 他是疯的呀 疯的呀 一个能够取代掉帕拉 做毒枭的人 他心里面一定有一把尺子 而那把尺子 是能够度量他做的 每一件事情 你别把他看得这么简单 他平时那些粗暴冲动 暴力狂躁 全部都是他刻意装出来的 不过确实 那批货对他来说很重要 但是没有一样东西重要 其实他需要的是 一个操盘者 之前那个操盘者不行 你不是个经历会的 我认为你 你怎么会有什么 你怎么可能会有 或者是你 你怎么会有 这种就跟我选手 就是我 的人 我死我得了 可是为什么每一次 你都能化险为夷呢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我不 我了 不管怎么样 今天他还是跟梁龙碰头了 还有我们已经把三拨删除了 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是没有做到的 就是陈墨尼现在要给梁龙一点甜头 作为丢掉的那批货的补偿 你要向梁龙证明你的价值 按照我们说的做 让梁龙的货铺满华城的事变 老 我要让梁龙的地盘 扩大到足备威胁到大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